考股跟聽眾說一下 什麼是考股 考股呢 其實一般人就像挖地一樣 挖寶物出來 例如 Indiana Jones 回來說好股市的直播時間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和聽眾都 上星期就飛離開了香港 終於三年來第一次出貨 你去了新加坡替古蹟 我是北郎說好股市 我一定要去到當地 看看當地的一些古物或者歷史建築 去了一個叫Old Hill Street 即舊溪街的一個警察總部 改裝末化而成 現在變成了一個政府大樓 我記得打卡的照片很漂亮 七彩繽紛的 彩虹顏色的窗 所以古物和古蹟 其實都不是香港獨有的公共議題 都是遊客喜歡去的地方 所以回來香港 我們都覺得 這次嘉賓講的內容 都是會 再古一點 對香港故事了解 會更加深入 今天我們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館長 周慶華先生和我們一起分享 多謝館長 大家好 你好館長 香港歷史博物館 我們很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 從小到大 可以說 到我的兒子 都可以帶我兒子去 定理位置都很好 尖沙咀 尖沙咀 科學館對面 有時候每次走一邊 如果走科學館 就走不到歷史博物館 每次都要去半天 沒錯 現在正在翻身 但今天請館長來 因為館長是一個考古的專家 香港真的沒有什麼人考古 少了 很少 不是沒有的 有少少 先跟我們講考古 待會再慢慢帶入歷史博物館的話題 考古跟聽眾說一下 什麼是考古 考古 其實一般人說 掘地 掘一些寶物出來 例如 Indiana Jones 去尋寶 什麼盜墓迷城 沒錯 一般是看電影看的 其實是 有些是對的 有些是不對的 我們都是去尋寶的 但我們眼中的寶 跟你們電影看的寶 不同 我們找的是 有些石器 陶序 青銅器 很多是爛了的 一般人看的 可能是垃圾 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 但在我們 是寶物 我們找到一些 如果我們考古發掘 掘到垃圾缸 那就是過癮 很多東西 香港 其實做考古 是不是 做回香港本土的考古 還是會跟內地 不同地方去做 我們在香港 當然做回香港本土的考古 但我們跟國內 有些行家 很多交流 因為研究 那個範圍就很大 比如我們香港 我們掘到一些東西 我們掘到一些東西 要跟隔離 比如深圳 或者廣州 或者去到湖南 湖北 都要對比一下 究竟我們這些東西 跟它有沒有關係 研究的範圍會很大 但我們主要在香港掘 我們之前訪問 古跡辦和文物專員都提過 他們在文物探知館 在鮮沙咀九龍公園裏面 做一個金沙之光 我們都親身去看過 裡面出土的是內地的文物 很大部份 還有看到它的軌跡 由北面一路南下下來 那些石器 古屬幾千年前 還有一些不同的演化 但它的展覽有一個很特別的拆展方法 就是拿兩件不同的文物 一件是在四川發現古屬的文物 一件是在香港發現的文物 但形態是極之相類近的 你說的匕首 原來的形態在幾千年前 香港已經和四川有很多交往 才會有匕首一樣 沒錯 那個指南真是很特別 因為它本身是四川金沙 這個為止 金沙為止很出名 是 就是三千年前的一個為止 但是 他們就將香港自己本土出土的 有七件 包括石器 青銅器 拿出來 跟它金沙來的那批文物 對比 發覺原來 香港的東西 跟金沙的東西 有些關係 有些關係 這些東西 哪裡來呢 這些東西原來 如果向上追 追到中原地方 原來 可能中原地方 即是我們 中華文明 就是在中原地方 發源 跟著就 向四川發明 去輻射出去 所以說 中原那個 我們中華文明 是所謂多元一體 就是 我們其實是 原來 來到我們所謂的嶺南地方 和中原 中原 即是現在我們說 河南一帶 即是黃河一帶 上區二千多公里 但問題 原來 幾千年前 都有交往 那些東西 三千年前 已經令我們 香港 所以這個 絕得研究 其實這件事 跟館長有關 就是 原來 這個探知館 將會舉辦 一個叫做 ambassador的計劃 參加這個計劃的人 真的可以 飛到四川 考古一下 即是掘東西 是啊 他讓他們 下去玩一下 對 很過癮 尤其不是 看也很值得看 對 他們的位置 很大 館長 為什麼會對考古 這個範疇 有興趣 呢 說你一筆波那麼長 其實 我自己本身 讀書的時候 我研究藝術 藝術史 我研究地理 所以我是雙大學 兩方面 結合可能是適合這件事 但香港沒有考古讀 到現在也沒有 人類學也算不算 人類學也算不算 有一點 變成我入行 政府在館長職系裡 入行兩年 就送了我去英國 去倫敦大學 真的讀考古 深槽 田野考古學 這是一個碩士課程 主要就是要訓練本地的人 要懂得考古 因為要管理香港那麼多的考古為止 要管理花衣出土的謎物 所以就是一年巧合做了考古佬 那追人的地方在哪裏呢 其實考古都挺好玩的 因為行業很小 行頭很小 但香港原來是很多為止的 很多寶藏 很多吸引 每次發掘都會給我們很多新的東西 過往的經歷裡 你考古過香港哪些地方最深刻的印象 我其實是當時 曾經負責全香港的考古為止 我主持過全港的考古調查 全港考古調查 我們根本這麼小 很少人 不夠人去做 我請國內很多考古國家來幫忙做調查 這是九十年代的事 亦有本地 亦有英國的考古國家 我們找到原來香港有二百多個的考古佬 都藏在這裏 超慢慢掘 慢慢掘 有一點掘 其中我們在1997年的時候 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考古研究所合作 在馬灣東灣仔為止發掘 這是非常重要的發掘 出了很多新世紀時代的武裝 一批人骨 這為止當年已經被選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馬灣現在第一期的馬灣公園裡 有一個展館 我都去過 把那些發現部分的物品都放在這裏 那個又不是正式的 他們是自己的 我只是發掘商他們自己做的 主要那批東西 現在是放在公民國積辦事處 他們的倉庫裏面 還有一部份的文物 是拿出來 在歷史貨物館展出的 在馬灣公園那裏 就只是部分發掘商再整理 沒錯 沒錯 在馬灣公園第二期會不會有類似的 放在那裏 我又不知道 要詳細探討一下 我又不知道以後怎樣安排 但考古我們看電影 就好像探險似的 但實際做起來是這樣的 還是另一個遊戲 實際做起來也不是太誇張 其實我們考古都很專業 考古隊裡有領隊 有一大堆考古專家 學家幫忙掘 有不同的功能 下面有一些文工幫忙掘 真的要掘地 掘泥、掘泥、推泥 也要一大堆人 例如你真的掘到一些東西 就不會掘到一些文工去做 考古學家做 可能有些很容易爛 很貴族的東西 就要找一些修復專家 住在場面幫忙慢慢把東西拿出來 然後拿回室內慢慢整理 所以要認識不同的學科專家 就是一個團隊 我們待會休息回來 繼續和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館長 周慶華先生 講一下香港的考古和內地交流 好啊 嗯